梦想在我的前方 勇敢寻找 你载着我向前跑 路上有无尽烦摇 我会知道 但是又会等且了 Boy you make me so fast Boy you make me so hot Why you make me so strong 加速本好 天空跟我们笑傲 带足跳 无许的逍遥 加速本好 朋友 将我们依靠 带足跳 委屈不拥有 别是在乎他们说 为什么 怀疑你是错 坚持你心的火焰 在当自我 抬手去拼过 列车打开 手挽 摆脱了阴霾 用你再 预想到未来 大家好 我叫星雨 我被哥哥接到城市上学的这天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件 原来一直陪伴我成长的红色汽车 竟然拥有神奇的力量 它跟另一辆红色的汽车 可是对的 更神奇的是 他们竟然可以合体 变成超级帅气的兽车人 而更更更加神奇的是 这个兽车人竟然是有生命的 原来这个名叫列车兽魂的游戏 竟然变成了现实 拥有兽车人的我们 被称为兽车猎人 列车合体 化身最强兽魂 进入我们的兽魂决斗 一起狩猎吧 上一集的故事里 星雨发现阿卫和凌峰 是很强的对手 但是阿卫只相信自己的数据 最后星雨和龙威 一起用友谊的力量 战胜了阿卫 陪阿卫上了关于友谊的一刻 阿卫 这剑比豆腐还软 他又打断了一把木剑 好像是这个月的第五把了 同学们 刚才没有偷懒吧 是时候检验大家的训练成果了 谁先来 义涵 你先来 还愣着干嘛 一涵 出招吧 剑和剑是 是二位一体的 剑应该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时刻都要好好爱惜你的剑 好吧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吧 剑不就是剑士的工具而已吗 好好爱惜你的剑 义涵 我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 带路 我已经连输了好几次了 再这样下去 我只是让你们再输一次给我而已 况且你们可收了我不少糖果和饼干 这些东西都是过气变味的 连我家小狗都瞧不上 什么 什么玩意儿 快走 有什么事我来应付 你是谁 竟然赶快我的好事 看起来 你也是猎车手 却连我也不认识 可恶 你以为我要逃吗 自量力 古墓 李小鹿到了吗 到 黄小明 到 义涵 义涵 义涵今天也没来吗 原来我们爸还有个叫义涵的 完全没有印象啊 这个义涵 连架都不停 直接就框克 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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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就好 快回到座位 准备上课吧 义涵 他就是义涵的 果然散发着寒冷的气息啊 那个冷血的家伙呀 什么 那个义涵 也是一名列车手 目前排名前一排 听说 他是个无情的战斗机器 跟他对战的列车手 都说得好惨 无情的战斗机器吗 昨天那个野心 你破关了吗 星宇 一起回家吧 一起狩猎去 好 你撞到人了 别拉我 我赶时间 不行 你得跟星宇道歉 义飞 没什么大不了的 义涵他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可总得道个歉呢 你说他这么急 赶上去什么地方啊 谁知道呢 可是我想知道啊 我一想 真拿你没办法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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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呢 跟上了没 为什么要跟踪我 原来你早就发现了呀 星云 都怪你都怪闲事 浪费我不少时间 琥珀 要跟踪一个箭矢 你们还太嫩了点了 可恶 这个家伙 那个金色的兽车人是他的伙伴哪 果然好强啊 星云 你怎么看起来好像还很高兴的样子 什么嘛 星云 明明我才是最强的 我得好好找寻那只臭老虎 亦菲 我们继续跟踪 一定要搞清楚情况 什么 还要跟踪啊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辈子 现在 你们无论如何 你只要交出兽车人的生命能量 你只要交出兽车人的生命能量 马上叫我去你 你怎么惹上他了 怎么了 紫色头发 金色兽车 没错 他就是这一代 少数排名在前一百的高手之一 管他什么高手 我们现在这么多人 还怕他不成 只要你们其中一个人能胜过我 我就把他全部的生命能量奉上 怎么样 狗小子 口气果然很大 你怎么能量奉上 青发小子是走这边吗 我也不太清楚 意涵跑得太快了 与菲 怎么感觉你这个朋友比你还大呀 哇 确实是 你这岂不是骂我也是呆骚啊 看 也许在那边的 快走 怪物 快跑啊 等等我 想跑 哪有那么紧 外外 发生了什么事 怪物 它是怪物呀 肯定是你在欺负别的猎车手了 看来你们是不会罢休了 你的售车人伤痕累累的 我龙一飞才不会占你的便宜 你含着售车 不用你费心 你还不配和我交手 你看起来不错 小看我是吧 就让你见识见识我龙一飞的 你见识我熊霸的独门格斗计 一飞 你还是让我来吧 什么 星雨连你也想看我吗 一飞你冷静一点 熊霸的生命能量已经不多了 既然星雨很少跟你对战 今天我就先放你一马 今天我送你的对手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哦 什么条件 嘿嘿 要是我赢了的话 一个星期之内 你都不去再参加受魂决斗 要让你的搭档好好休息 蛤 兽车员不是我们的奴隶 而是搭档 你不应该让他战斗得如此辛苦 真有趣 不过 要对我说教的话 必须在你胜过我之后 快调出指令窗 跟他们对战场同时连线 等等 我要关站 欢迎进入兽魂俗气息三十三期 神秘石洞区域 什么吗 坐在一个泡泡里 薯片汽水都没有 真要对待观众啊 对了 星雨加油 你可不能输给他呀 星雨 她全身伤痕累累的 能有多厉害 不要大意 换句话说 这些伤痕 根本影响不了她继续战斗 哼 说得对 伤痕只是战士身上的勋章 虎珀 皮剑势 卢威 不要硬接对方的攻击 虎珀应该是把自己的身体合金化 加强攻击力 虎珀 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自戒尸 虎珀 不能给敌人喘息 虎珀 不能给敌人喘息 虎珀 原来直到这一刻 我还是低估了你的真正实力 哼 作为剑士的剑 我没有一刻不在最佳状态 忍命吧 可恶 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一个封闭的擂台 对龙温十分不利 别说吧 闪光暂武 好 好 什么 这样的速度配合虎珀的爆发力 这样的攻击速度 龙温可能没有办法长太久呀 幸好跟琥珀对战的不是我 否则这种攻击 就连我的肉盾也挡不了多少杀务啊 只能这样阻止它了 龙温 火龙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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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小把戏 啊 星雲不要烧到我呀 啊 啊 什么 我完全没事 哈哈 银飞 别担心 这个炮炮会保护我们的 龙飞 把虎婆引到死角 火破 不许停 现在就是反击的好机会 什么 啊 义涵 你为了生命 居然连虎婆的安全也不管了 虎婆 站起来 你作为我的剑 绝不能比我先倒下 义涵 虎婆只能把身体 一小部分合金化吧 攻击和防御根本不能坚固 你为什么还要它去冒险呢 你懂什么 既然身为我的剑 就要当最锋利的武器 消除一切障碍 但是兽车人和剑根本不同 它们是我们的搭档 它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一样重要 你怎么会懂我的选择 你怎么会懂我的选择 为了把那一个我重视的人 从暗夜猎团手里抢回来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是自己的兽车人 一兵 我的弟弟 我 不准任何人质疑义涵 一兵 我还能战斗 不 虎婆 你听我说 够了 星宇 鲁卫 你 言语不一定能触动内心 在战斗中 你只能用拳头 把想法传递给对手 我明白了 看我的 一兵 弱火强奔跑 眼光正弱很直 笑 被你调了不心得逍遥 跟着身套 碰 ont guardia 将我们依靠的 猪脚 坏脚 回夕担戒 封小雅 也许在顾她们说的微信 怪异地生活 其实是一心的火焰 根本不如我 魔台手远 分开手 加油 我 啊 啊 英语 胜利一定是我的 我可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岁少年 平手 啊 星宇 你居然逼平了世界排名前一百的对手 对不起 义涵 我 面对弱小的对手 却没有赢下决斗 证明你的修炼还不够 回去 必须加强训练 是 义涵 琥珀已经拼到了这个地步 为什么你还是不体谅它呢 没错 琥珀如果没有受伤的话 也许这一次决斗胜利的就是你们 你的名字是星宇 没错 下次 我将会全力把你打败 哈哈哈哈 星宇才不会输给你呢 义涵你等着 下一次 我也一定要让你改变 对售车人的看法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义涵 你怎么来了 老师 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心里没法平静 只好回来练剑 越是刚硬的剑 越容易折断 但是太柔软的剑 却毫无杀伤力 只有刚柔并济的剑 才可以进可攻 退可守 老师 您的意思是 人跟剑一样 刚和柔同时具备的话 才能更上一层楼 好好了解你的剑 并学会运用它 小剑士 一涵 我马上继续训练 你这样的训练质量 还不如停下来 什么也不错 下一次 好好干就是了 好吧 为了下一次的战斗 为什么老师的想法 跟星宇说的一样 到底对不对 我一定会用自己的双手 去验证 下一集的故事里 星宇等人发现 有人利用兽车人 谋取利益 于是决定追查下去 结果遇到了 不良少年张翟翟 星宇等人会如何应对呢 未经许可抵达了 张翟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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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ch Zither Harp Zither Harp